6月29日,聚军夜在社交平台贴出一则宣传海报并切换韩英文向粉丝喊话 你们周五要做什么了?我周五可以在AI夜店见到大家吗? 此前该夜店也宣布过,国民姐夫聚军夜本周五将回归演出 自从聚军夜三月和戴S结婚以后,聚军夜的事业就一直没有闲下来 4月他做回老本行,在夜店以DJ身份表演 还成为了疫情期间首都在台演出的国外DJ 后来5月前往韩国录制国民MC刘在世的综艺 还一度公开了与戴S的恋爱细节,让不少网友直呼恩爱 如今他终于返台,在和老婆团聚后不久就宣布重新开始工作 也是相当最新演艺事业了 而网友也是十分期待,要知道曾经他在夜店表演时可谓是一票篮球 而在繁忙的日程中,聚军夜也是不适合戴S甜蜜秀恩爱 不仅在一起时共同参加朋友的聚会 短暂分开后两人私下也是讯息不断,属实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及待详官员